最近,张子林在微博上晒掉他的女儿胖妹,胖妹长高很多,虽然只有两岁,但修长的腿不知道超越多少同龄人。 照片中的胖妹穿着短袖、中分裤和动动鞋,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气球,其实,普遍不只有胖妹一人,还有被气球覆盖的张子林丈夫,终于有闲暇,三口之家在周末去泰国度假,大多数网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胖妹的头上,胖妹老被张子林嘲笑秃头小女孩,然而,今天的胖妹拥有令人羡慕的黑色翅膀,成为黑短翅小公主。 其实,胖妹最近出生时是个小秃头,经常被张子林嘲笑,毕竟,超模张子林是一个爱美的美女,在张子林晒过的照片中,胖妹镜头感十足,微笑吃东西,都十分可爱,但相比母亲一头的黑发亮发,胖妹那稀有的,少得可怜的头发,让人心疼,胖妹是女孩,所以,胖妹类似于小光头的造型,可愁怀了张子林一家。 幸运的是,后来的胖妹头发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,当她一岁时,她的小光头上长出了浓密的黑发,看起来比普通人孩子更多。 其实,在孩子生下来以后,无论是公共婆婆还是网络上的粉丝,都建议张子林把胖妹的头发剃干净。 毕竟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中,头发越茧越密,越茧越黑,但张子林还是力排众议,坚决不给胖妹剃头。 如今,胖妹的头发又黑又密,是不是真的是不剃头的效果? 免责声明,纹中图片引用字网络,如有版全方请联系删除。